综合韩国中央日报 韩联社朝鲜日报等媒体报道 当闭时间6月3日 韩国总统尹西岳在首尔龙山总统府 举行就任以来的首场国政发布会 他在会上表示 据物理勘探结果 韩国庆上北道浦象市 迎日湾进海 很有可能蕴藏着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以批准韩产业通商资源部提交的钻探计划 尹西岳称 韩政府去年2月研判 东海汽田周围 很有可能存在更多的石油汽田 因此委托深海技术评估机构 对相关海域进行了深层探测分析 近期出炉的结果显示 该海域很可能蕴藏着 多达140亿桶的石油和天然气 补给其中4分之3是天然气 4分之1是原油 勘探结果经韩国国内顶尖研究机构和专家复合 报道称 韩国自1996年以来 一直在尝试海底石油 天然气田的勘探 90年代后期发现了4500万桶规模的东海气田 并于2021年完成了商业生产 这是东海气田规模的300倍以上 我们判断 基础量可满足韩国今后29年的天然气需求 和4年的石油需求 尹西岳说 他已经批准了钻探计划 预计2025年上半年会有一定程度的结果 望国民冷静观察 关于新油气田开发计划 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同日介绍说 目前物理勘探工作已接近尾声 接下来需要开展钻探工作 确认资源储藏量 迎日湾附近海域运藏油气资源的可能性相当高 已有多家世界知名能源开发商表示愿意参与开发项目 安德根称 按目前的价值计算 140亿桶油气储量的市场价值相当于三星电子总市值的5倍 后者是韩国市值最高的企业 安德根表示 虽然勘探计划耗资巨大 但有充分价值 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韩国国家石油公司将主导钻探工作 可能需要钻探多达10口井 每口井耗资约1000亿韩元 根据计划 该项目将于2027年或2028年动工 到2035年左右可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 在上述消息公布后 首尔的能源类股大涨 韩国最大类油企业的股价上涨超过10% 韩国天然气公司的股价触及30%的日涨幅上限 创17个月新高 韩国天然气公司的股价上涨超过17% 韩国大城能源公司的股价飙升超27% 据报道 韩国的化石燃料资源极少 除了1%的煤炭供应 石油和天然气外 其余全部依赖进口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 韩国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国 也是世界第五大石油进口国